水瓶的巨蟹 要配合別人 我都拿2019年來做判斷 因為我上半年非常糟 因為我上半年 我接了我的第一部八點檔 去年開始拍 18拍到19 但是我的角色出現10集之後 我就是假性的消失 我以為死掉了 他們說你馬上就會再回來 但是你馬上就隔了四個半月 那我回來之後 又出現了三四個月之後 他說Gino哥 你這個可能要再消失一下 我說好… 又消失了四個半月之後 這部戲就殺青了 這部戲我有算一下 展開總共300多集 那我出現了90幾集 那也三分之一了 對啊 那這控的主角 那他控的 你控了兩次四個月 你不可以接別的戲嗎 不行 八點檔 所以說就是比較麻煩 因為那時候我離開的時候 我還訂了妝 他就很確定說你之後還會回來 那我說好 我等 中間已經有兩三部戲了 總統都得去推掉 因為我已經在拍這部戲 只是我暫時休息 要隨時stand by這樣子 對 所以我等於 大概快五個月的時間 你不能接戲 那不是還好我不是純演員 我還有在主持 表演 不然的話真的就餓死了 來 這個非常非常的巨蟹 真的 非常非常的巨蟹 要看別人臉色 這個運非常巨蟹 那我可能 不知道是不是有得罪還是怎麼樣 忽然就忽然就不見 不見到最後戲就殺青 我也就 你就認了 就這樣 忽然自由了 忽然有得罪 那就是水瓶了 真的假的 看起來不太妙 來 繼續說 繼續說 不想說 不想說 還要說什麼 好可憐 可是如果沒有這樣的機會 我們可能沒有辦法 在這裡認識你 對不對 菲菲 我們 對 忽然也是那個時間 才第一次來到女大 才比較好心美急 你比較有空的時候 我們才能看 可是我 這上半年 但下半年之後 因為這段時間 我比較沒有拍戲 那我就勤練身材 狂運動 我就接到了我一個 很重要的代言 我把自己練到 滿不錯的一個狀態 代言什麼 我代言全台灣第一個 男性私密處的清潔保養 那副光量滿高 就忽然一瞬間 接到很多的其他的 比如業配 然後活動 更多實力豬的保養 有很多這種東西 包括有一次 然後也 因為 被看到 我忽然一口氣 有四個外景 包括一些新的主持 所以你洗給他們看 喂 去問 所以我被看到 我不是要說 我今天的代言 我不見到每個節目 都要洗那個東西 只是一個曝光 我曾經有14到15天 我只摸到我的床一天 我人都在外面 我也說 摸到四個 好棒 來 國賢哥來 換你 我看你換我 我看你換我 來 不要這樣子前輩 不然晚輩講話 我講話算快 所以說下半年 其實工作量是有增加的 好的 下半年我覺得五顆星 本來先給四顆星 但是有點為中不足 其實我本來下半年要發錢單曲 那單曲是 但我沒有公司 我都自己拿錢 自己收割 自己寫詞 自己創作 所以就兩首歌 但就卡了一點點關係 可能要到明年才能發行 所以我就扣了一點 所以給自己3.5 下半年還滿不錯 包括今年我的尾牙 然後今年跨年主持 也都已經安排好 今年再加一組織 OK 還不錯吧 還不錯 對 然後以周遭男性的藝人來講 我又很平凡上女人我最大 我就覺得很開心 非常好 OK 我放在這裏 上一個花子 我放在這裏 這裏 什麼我放在這裏 就是 不小心 我們已經過關了